那你知道史總監是誰嗎 你 你一定開的 那在學校賣吃的可能是很好生意 有本身視訊過他認為開店在學校比較賺錢 剛好總監想要回味一下青春的滋味 找我們回春去 欸 布什 你上次跟我說 在台科大他的學生餐廳很特別喔 中皇校美食街的麻辣湯 價錢還比較便宜喔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他一個月能賺多少 好不好做 走 欸 布什你跟我說麻辣湯在哪裡啊 總監 我跟妳講 喝好喝嗎 喝就在那邊 在那邊喔 對 喔 走 看我能不能用我的專業跟魅力去說服老闆 就是我採訪 走 欸 阿姐 你好 請問你有在看走音嗎 有 那你知道史總監是誰嗎 我一定開的照片 不知道 那你知道串串你穿是誰 有聽過 有聽過 你果然很異於男子 你是店長嗎 我也是 你可以幫我找到你們店長嗎 可以 找店長 好 謝謝 總監果然技應該都是男份 看來啊 我只能靠實力無法靠延遲 欸 店長是哪一位啊 店長是你 喔 這位喔 店長是你 那姊姊你怎麼稱呼呢 你叫我 你的確比較好 我方便問你一些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 我主要在教人家做一些創業啊 跟做行銷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們開店開在學生餐廳 好不好做 人會問你一些一頁的問題 請問方便嗎 你要看你問一些什麼問題 你可以問 但是有一些問題的話 如果我不方便答問題 喔 這樣子喔 是 所以不太方便對不對 對 慕斯 我覺得 這位姊姊好像口風蠻緊 而且我覺得她道型很高 你覺得什麼辦法 可以通過她的新房 讓她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覺得 是不是要來 欸 做餐飲最怕什麼 不畏生 沒錯 來 走 林玉姐姐 剛剛我跟我朋友去吃這個鍋子裡面 發現有頭髮欸 怎麼辦 那我從補一鍋給你啊 不要欸 我想要把它PO到抖音上面去 那你說我要怎麼辦呢 還是說 妳就讓我採訪這件事就算好嗎 好吧 你問吧 你說完 那我 如果妳在我後面回答 你不回答沒有關係啊 可以 我想我問一下就是說 像我們這樣子在學校開餐廳啊 大概一天會有幾單 一天的話 都PT大概 如果中午跟晚上這樣 大概兩百五分那邊直接 那早午餐的比重各擔多少 大概一半一半 人群有差嗎 人群沒有差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學生族群 那如果學生放假 大概他的單數一天會掉到多少 大概一半 那妳要如何去獲利維持 呃 我們的做法的話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我們的PT人員 然後會做一些工程上的調整 我們目前的人員的話就是 大概也是一半 所以暑假寒假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人事的成分 用PT把它降下來 對 去維持過利 對 那目前我們有考慮做外送去增加營業額嗎 暫時沒有 因為像我們以一天的單料來說 一天就有三百單 那以三百單光 應付我們現場的學生族群的話 就一定沒有多餘的人力 再去做外送 一般我們都在街邊開店嘛 如果像台北總店有沒有下雨 一下雨幾乎街邊店生意就很差 嗯 那在學校的話 天氣會有影響嗎 沒影響 可是我們是賣熱的啊 夏天不會有差嗎 假設以營業額來講的話 如果可以一天三百單 可能我們下雨到最多大概一百五 可能會減到五十 就是變成一百五 是在範圍內它不會差太多 那我最後問一下齁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開店嘛 對 你的店住是一個很重要的流氧成分 對 特別是像學校這樣流氧 都很穩定 物理在這邊的一個場域的話 對 它的租金成分齁 好 大概 這個你可能就要去問我們上面齁 因為這個部分我真的不方便 我也不清楚 那我問老公 那我舉例啦 假設我們現在在外面開店 月租金是五萬齁 那目前我們在學校經營的租金成本齁 是在這智商之下 這邊的租金成本當然會比外面多 可是你就是要去調控你 對 假的那個時候 你如何去把成分降低 去維持那個租金 對 謝謝大家 這次探店調查發現 開店在學校人流群的穩定 不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學生在用餐的時候 會考量到時間和電力租 都鎖在校區用餐 相較於其他地方 取得人流是相對容易的 只是有一個很大的確認就是 到了寒暑 業績之前看板 接法是怎麼呢 接法一透過外商提高營業務 接法二 運用大量的PDI降低的成分 另外我們開始提電 店租就是取得流氧的主要成分 開店在學校 店租成本大概只在月營中的 20%甚至不到 相較於外面動輒30% 省下的10%就是你的利潤喔 整體來說 開店在學校是一門風險地 但是獲利成長有限的項目 關鍵是 你要如何取得經營資格 這個是有門路的啊 來 喝茶 沒有不賺錢的行業 只有富貴經營的人 不是中間 幫你採寫各行各業 如何賺錢 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